今天上午抽席民眾黨宜蘭縣黨部的活動 被問到監察院糾正北流1.9億 爭議工程款案 柯文哲指出 當時是臺北市政府先貼錢 因為如果不做任何動作 跟中央每天公文往返 到現在北流可能都還沒蓋好 柯文哲還對講完喊話 我們聽一下下落畫面 我們先決心 臺北市政府先貼錢 如果當時不做任何動作 跟中央就在那裡每天公文往返 往台南 到現在為止北流還沒蓋好 中央跟地方不應當是因為黨派不同 就去卡人家 只能說蔣萬安加油 中央要補助就補助 不補助就臺北市政府把它墊起來 把錢補進去 至少這個北流已經蓋完了 就好好使用 柯健市府他們當時跟廠商的工程真一款 那當時他們並沒有支付 所以我們接手之後 也馬上已經處理好了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 第一我們馬上 避免一直在滾動每個月 八十萬利息 所以我們趕快跟廠商溝通協調 我們馬上趕快用電付款的方式 去年就已經即刻的支付 不時我們也向我們畫布 趕快來爭取 將北流的場館 無償的撥給台北市政府 蔣萬澤是回應 當時柯文哲是否並沒有支付 這筆工程真一款項 在他上任之後 就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也跟廠商協調 不用支付滾動的利息 而對於柯文哲要他加油 蔣萬澤沒有多做回應